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隨著4G行動網路的全面普及 以及智慧型手機應用的多樣化展 我國民眾使用手機的時間連連增加 手機使用進行的活動也更加多樣化 以致失蹤的手機充滿電話 可以待機48小時 或者連續通話6小時 或者可連續玩遊戲4小時 或者可連續上網8小時 那麼他要你回答下用點 我們來看看 這個他就 待機可以待48小時 代表他每小時 耗電耗全部的指揮自己 我們叫做耗電梳離就不一樣 我每小時耗電耗了全部的48M機 然後通話的話 每小時耗電耗了全部的6分之一 那V3呢 這是等於4分之一 那V4 這是等於8分之一 好 那我們看看第一小題 第一小題他說 如果他的手機已經開12小時 那12小時用掉多少電呢 就是48分之一乘以12小時 用了12小時的話 開機開了12小時 用了這麼多電 全部的這麼多 全部的四分之一 用了全部的四分之一 那期間他通話了60分鐘 60分鐘就一小時嘛 那通話的那個耗電的話 一小時花六分之一嘛 這是六分之一乘以一小時 那玩遊戲呢 玩一小時 玩60分鐘啦 那60分鐘的話呢 耗電耗了四分之一乘以一小時 好 那再來呢 上網也是一小時啦 上網一小時的話 就是耗了八分之一乘以一 好 那之後讓他待機啊 那讓他待機的話 他這個待機每小時花48分之一嘛 假設還可以待機大於T小時 那這就等於全部的電力 全部的電力是一 好 那這樣我們呢 就可以把T減算出來 這個等於多少 這個是等於四分之一 六分之一 四分之一 八分之一啊 那這樣我就想得 這四十八分之T 等於一減多少 四分之一加六分之一 加四分之一 加八分之一 那這等於多少 二十四分之二十四 這是二十四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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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月溫 這是這兩倍嘛 月掉是二 所以還可以待機十小時 還可以待機十小時 好 這是第一小題 那我們看看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 他說 如果他的手機 在早上七點充電 早上七點充電 一直呢 這是AM 一直開機開到下午三點 下午三點 PM 並從下午三點開始使用手機 玩遊戲 直到他沒電 那麼則他的手機何時沒電 我們看喔 待機待了幾小時 上午是十二減七 加下午三小時 所以這個多少 這個是五 五加三 八 待機待了八小時 用多少電呢 四十八分之一 乘以八 好 然後呢 然後再 並從這個時間 開始玩遊戲 那我遊戲 他耗電數率是四分之一 在玩了幾小時以後就沒電了 這等於一 好 那我們看看呢 他可以玩多少時間 八 八 八一八 八三 八六四十八 這六分之一 六分之一 所以這是四分之一t 等於多少 一減六分之一就是六分之五 那二得四 二三得六 所以這個t是等於多少 等於三分之十小時 那三分之十小時是多少小時呢 三三得九 又三分之一小時 也就是說 三小時 二十分鐘 這三分之一乘以六十 三分之一小時是二十分鐘 三二得六 又二十分鐘 可以再花三小時 又二十分鐘 那從下午餐點 花三小時二十分鐘的話 到達什麼時刻呢 六點二十 六點二十 六點二十呢 沒有電 所以當然是下午六點二十